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这次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道锡纸烤巴鲨鱼 既清淡又好吃 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简单 首先来准备一些配菜 青椒切成滚刀块 小洋葱去头去尾切成四份 小洋葱不如紫洋葱辣 但是如果没有小洋葱的话 用普通的紫洋葱也是没有问题的 切好的小洋葱记得把它们剥开 在烤盘上铺好锡纸 然后把洗干净的巴鲨鱼片放在上面 先刷一层蚝油 然后再刷一层酱油 之后再撒一些黑胡椒 背面也是同样的 之后在周围摆上洋葱和青椒 然后铺一些金针菇或者是你喜欢的蔬菜 刷一些蚝油 然后再撒一些黑胡椒 然后用锡纸包起来 其实你怎么包都可以 但是只要注意 不要把底部的锡纸弄破就行 烤箱预热到200度 然后放入烤箱中层去烤 15分钟 切开锡纸的时候 注意不要被热气烫到 可以用筷子辅住 从颜色上来看呢 其实还是挺清淡的 不过蔬菜和鱼肉的味道都特别的足 火候也切到好处 烤出来的鱼肉真的非常的嫩 而且吃的时候一定要蘸着酱汁 真的特别的好吃 洋葱熟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辣味 而是有一丝甜味 烤鱼的酱汁呢 配上米饭肯定特别好吃 看起来这么有排面的菜 难得这么简单 下次等家里来客人就做给他们吃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